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苹果为什么要放弃传统在iPhone 16 Pro上采用钢壳电池呢 Jeffrey看来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来自欧盟的压力 欧盟在2023年以压倒性的票数敲定了一项决议 要求便携设设备需采用消费者易于拆卸与更换电池的设计 此举最快降于2027年实施 因此苹果在iPhone 16和16 Plus上采用了一种新技术电感应粘合计拓战 新方法使用少量电荷来松开粘合计 让用户以最小的努力更换电池 不过iPhone 16 Pro和Max的电池目前仍然有粘合接纳片 大概率后续几代iPhone会逐步推进这个过程 而iPhone 16 Pro电池采用全新的金属外壳包裹 则增强了设备的一体性 并采用新材料固定胶水 便于拆洗 这也是为应对欧盟新规的试水 除了欧盟法规之外 续航跟散热应该也试评过采用钢壳电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金属外壳电池相比铝塑膜电池 其表面更加坚硬 一般不会刮破 冲击后行电程度也会相对轻微 另外 金属外壳电池能承受的膨胀压力也更高 相比软包内部产生气体后的骨爆程度更轻微 另外 金属外壳电池的电池仓利用率也更高 因为金属表面硬度保护度更好的关系 无需预留更多的安全距离 在布线方面 金属外壳电池整个表面都属于负极 可与PCBA走线一起考虑进行布线 众所周知 每一代iPhone都拥有极其强劲的处理器 其风值性能远超同期安卓手机 但因为苹果未对iPhone采用均热板等高效散热设计 导致iPhone发热后性能直线下降 采用金属外壳电池后 对整机的综合散热会有更快的均热效果 能缓解历代iPhone散热不佳的问题 不过 要说在极端情况下 确实钢壳电池相对更危险一些 总的来说 苹果在iPhone 16 Pro上采用钢壳电池 一来试试水可拆卸 微后续符合欧盟法规作准备 二来试油化散热和提升续航 与其关心iPhone 16会不会远程引爆 不如来看看iPhone 16散热问题 到底解决了多少更实际 在发布会上 苹果称iPhone 16 Pro 已改进内部布局的方式提升了散热表现 官方称高达20% 此外也获得了电池续航时间的提升 那么 真实情况是怎样了 在iPhone 16的拆解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苹果所说的新一代散热设计 简单来说 就是用一个新设计的金属屏蔽罩覆盖芯片 然后通过导热贴向热量传递到金属中框 通过金属中框将热量引导到外界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不需要对内部结构进行大量的改动 就可以有效提升散热效率 从拆解视频中其实可以看到 金属屏蔽罩的面积并不大 导热片的面积也是如此 唯一让人称到的金属均热板 目前来看也没有增加更多的散热设计 并没有像安卓器件大量 通过多种散热材料 以及增加导热模块的方式来分散热量 加快热量的传递 这里可以看一下小米14 Pro的散热设计 金属均热板延伸到主板位置 通过导热结构直接相连 同时对CMOS等硬件也做了单独的散热设计 并且在内部结构里 见缝插针地塞入了更多的导热模组 那么问题来了 iPhone16的新散热设计 真的有效吗 而热量得到释放了iPhone16 在日常使用中期深温度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日常使用中 导致手机出现高温状况的 基本是长时间游戏和拍摄4K视频两种情况 其中游戏时的发烫问题 最让人难以接受 因为多数榨干性能的手游 都是需要双手游玩的3D游戏 所以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只手必须抓着手机的上半部分 那里往往是手机最烫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测试游戏状态下的手机温度 在室内温度为26度的情况下 持续半小时的崩坏 星穷铁道游戏后 iPhone16的机身最高温度为43.2度 小米14的机身最高温度为37.2度 可见温度差距还是较为明显的 实际上手势能明显感觉到 iPhone16的上半部分发烫 而小米14只是感觉温热 虽然在旗舰手机里 43.2度算不上是什么特别高的温度 但是凡事就怕对比 在小米14的37.2度衬托下 iPhone16的温度明显高出不少 然后是长时间的4K 60帧录像测试 在持续30分钟的录像后 iPhone16的最高温度为44.1度 小米14的最高温度为43.8度 两者都没有出现高温警告 一气如常 估计直接录像到煤电关机都是轻轻松松的 不过 当场景更换到户外高温下时 结果却与在室内时有所不同 持续录像30分钟后 iPhone16的最高温度为44.6度 小米则是45.8度 但iPhone16的表现反而由于小米14 冰框温度差距也十分明显 iPhone16的底不仅为36度 而上半部分则是43.1度 小米14则是截然不同的表现 上半部分为43.1度 下半部分为44.4度 从这里其实就能看出iPhone16与小米14 在散热设计上的不同 iPhone16仅对芯片散热进行了升级 并没有改动CMOS模组的散热 所以CMOS的热量无法传导到机身的下半部分 而是全部堆积在上半部分 而在小米14的拆解中 可以看到CMOS是有单独设计散热结构 并且与均热板相连 所以热量并传导到整个机身 不过 从中也能看出小米14的CMOS发热情况 明显比iPhone16严重 即使在更高效的散热系统支持下 其机身温度也依然高于iPhone16 但是 在4K录像上以微弱优式胜出的iPhone16 依然无法解释为傻打游戏时的温度 会比小米14高这么多 虽然从iPhone16的帧率来看 几乎没有不同的帧率曲线 和接近60帧的平均帧数 确实让人忍不住点个赞 但是43.2度也确实是高了一些 你觉得散热测试到此就结束了 并没有 其实还有一个平常大家关注都不算高的问题 结束应用后 手机要花多少时间回到正常温度 iPhone16给出的答案是3分钟 在结束测试后的3分钟 对iPhone16的温度再次进行测试 最高温度仅为35.9度 侧边温度则是34.9度 作为对比 小米14此时的最高温为42.2度 侧边温度为39.9度 这组数据意味着 iPhone16的热交换效率确实不差 甚至比同样尺寸 且同样采用铝合金变矿的 小米14要好上不少 而且内部的积热问题不严重 很快就完成了热量的传导 最后来说说解乐吧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 iPhone16和小米14都没有出现卡顿和高温镜高等问题 而且iPhone16的表现与前代相比 确实有着明显提升 iPhone15 Pro的火龙果称号 估计大家也还没忘记 此前测试使后盖的最高温度直接突破50度 而iPhone16在相同的性能表现下 即使是30度室外环境的最高温度也只有45度左右 换言之 在日常使用中 即使是立日下 只要不是长时间的4K 60帧录像和游玩大型3D游戏 基本上都不会出现过热等问题 而在室内环境下 基本上随便折腾 都不会再出现iPhone15 Pro 9化身火龙的情况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iOS18新功能满意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